音樂 我小時候就一直把家裡的牆壁跟沙發亂畫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從繪畫開始 一些水彩啊素描那些 然後是到後面發現 對於勾針一些纖維的材質 也滿有興趣的 纖維它可以很表現圖像性 然後它就像畫筆一樣 它可以很自由 讓你呈現色彩 然後圖像的線條 然後我自己 藝術方面的創作 我都是以比較線性 抽象的線條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媒材很適合我 就讓我在繪畫上面 又更多了一層 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壁展 都會展覽在乾淨的空間 白盒子 然後我覺得這次挑在底畫街 非常特別 在一路敞勘的過程中 我眼睛一直離不開那些店家 就可能現在要去那個地方看 然後一路上我都會忍不住 要進其他店家 然後一路上我就開始拍照 然後回來以後也 也就是把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直接畫成圖像 因為我平常也滿喜歡戶外的寫生 然後後來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老師們就開始在想說 要想主題囉 我就覺得 這次的機會非常難得 所以我就以底畫街做為主題 那個佈展方式 我會是以 真正的底畫街地圖位置 去擺設不同的店長 然後像是我 大概做比較細節的這四件 就分別就是 他們裡面不同的地方 像這個就是那個 沙海的城隍廟 然後我是用比較抽象的方式去做的 這個是戲曲院 對那邊的戲曲院 然後就是我們其中一個 那個展覽的空間 站場時光 這件作品我透過很多自己的視角 去描繪不同的底畫街特色 希望來看展的觀眾們 都可以體會到底畫街的不同之處